5月16日,我是新增77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74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。 77例本土确诊病例中,31例在B款环境中发现的,46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为确诊病例。 在这里,昨日实际新增阳性感染者777例,74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均在隔离管控中发现。 近阶段,我们持续开展了基于三区划分的抗原加核酸的组合性筛查方式。 根据筛查结果,5月16日全市共划分分控区4057个,涉及人口数86万人。 管控区16484个,涉及人口数约300万人。 防范区51803个,涉及人口数1944万人。 目前,全46个区都已全面实现,社会面清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